欢迎收听最玲珑第158集 齐花宁写白宁之 东海这场战事从第16年一直持续到七年春 倭寇被逐出陆地后变得异常狡猾 宫之则退避远顿 一旦沿海有所松懈便捐土重来 天朝水军与之周旋常有激战 胜败不一 七年五月初探兵在流川岛 发现倭军藏匿于此的战船 战王下令调集所有的水军主力 准备与其一劫胜负 几道战报送达帝都 恰巧是蓝阳公主周岁生日 浩帝百忙之中亦不曾忽略此事 特在宫中赐宴以示庆贺 侍女将鸾符上飘逸的兽带 帮清晨整理好 清晨转身 同镜中映出个仙条的影子 千尺深红织景霞 流云一样铺开 那明红的底子太艳 衬得脸色有些苍白 她略略一笑 抬手沾了朱纱 双颊在天烟之色 在那雍容与苍白中 带出妖娆的绝艳 天下人的皇后 永远该是国色天香的华贵 一态万千的美 便如天下人眼中的皇上 也唯有不苟言笑的威严 进退语夺的从容 人生如戏 一张面具万千颜色 悲喜都在幕后 不为外人所知 皇上还在舞台殿吗 回娘娘 皇上在舞台殿 清晨经过这近一年的调养 身子已颇见起色 想起来都快有一年时间 没踏入舞台殿半步 突然想给叶天灵一个惊喜 决定前去邀他一起赴宴 鸾鱼落至殿前 正是暮色四合 仰头望去 辽阔的天际之下 落日流金般的光辉 勾勒出舞台殿雄伟的轮廓 巍峨壮丽 俯抗万方 南疆末北 东海西域 中原三十六州 一千五百八十八郡 每日多少国事军政汇聚在这里 又有多少决策诏令 从这里出去 单起这天下名声万千 清晨缓缓踏上台阶 驻足回头看处 整个一哥城隐约可见 诺大的城池 此时在眼中 竟如一掌可覆 遥遥没入了暮色红尘 他一笑转身 却见狼前几名衣室 往殿中过来 手捧玉匣金盏 走得有些匆忙 到了境前忽然见到他 急忙躬身退避在一旁 拿的是什么 清晨问道 骑兵娘娘 是南兆进贡的玉灵芝 一名医士低头答道 给谁用的 御医院送往五台殿来的药 除了皇上用 自然没有别人 清晨无非是确定一句 那医士早得了吩咐 五台殿这边的事 绝不允许惊动皇后 此时愁愁着不敢言说 清晨凶眉一促 那医士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站在那里惶恐的紧 一抬眼正见燕西从内殿出来 忙叫了声 燕公公 燕西原是出来催药的 没料到皇后在此 娘娘万安 清晨问道 皇上怎么了 为什么进药过来 燕西见此情景 心知是瞒不过去了 只好如实达到 皇上这些日子身子略有不适 御医们说是因激劳引起了旧伤 所以用了药 话还没说完 眼前凤衣飘扬 皇后以快步往殿内走去 她急忙接了衣室手中的药 随后跟上 清晨走至玄域屏风外 并听里面滴滴一声咳嗽 转入屏风 叶天灵听到脚步声却未抬头 只是指了指案前几道奏书 这些即刻送往中书省 传思维云南宫进来见阵 低头看着的奏书前忽然伸来只手 不由分说地将那奏书议和 叶天灵皱眉不悦抬头一看却正住 晴儿你怎么来了 清晨道 我若不来你忙我到什么时候去 叶天灵看后面燕西手捧药侠低头站着 便猜出了几分 这一年多清晨怀子生产 险中万幸母子平安 便是静养着还怕有什么不妥 是以宫中早有禁令 六宫内外无论何事 一律不得惊扰皇后 那时宫女谨守严令 无一人敢多嘴 中宫能听到的除了好消息 还是好消息 就像这东海战况 其中多少反复曲折 但到了皇后那里 自然就只是一帆风顺 皇上龙体欠安 更是只有五台殿几名进士才知道 自然不会传到中宫去 叶天灵笑笑说道 什么大不了的事 也值得这般大惊小怪 清晨坐下来伸出手 叶天灵倒也配合 便放平了手给他把脉 清晨试了他的脉 眉心渐渐猝得紧了 停了一停 叶天灵问道 放心了 清晨反问他 见心比心 换作是你 你急不急 叶天灵不想这话倒给他学了去 无奈摇头 薄唇威眠 一阵冲到嘴边的咳嗽 声声压下 清晨视他脉象 福而无力 脉味浅贤 竟是阳气不畅 虚损甚深 不由得十分诧异 事宜燕西先将药拿来 说道 这样你也瞒着我 当初那一件伤得不轻 你自己丝毫不放在心上 又怎么叫人放心 叶天灵淡淡笑道 不满你说 想着半生征战受过的伤 最是那一件伤的值得 清晨低着头 只抬眸撑了他一眼 手里将成药的玉盒打开 白玉凝枝般的药膏 散一抹血红隐隐纠缠其中 既美且艳 南兆玉林枝 取八种奇花精髓凝炼而成 以伤阵痛素有奇效 亦是滋补的良药 清晨用青露将药化开 药汁散融在玉盏中 带出私缕异乡 若有若无 他拿金勺缓缓搅动 忽然手里一顿 谋间略过似异痒 随即取了一点药 自己尝了尝 仔细分辨之下 心里悚然震惊 人竟猛地自岸前站了起来 这是哪里来的药 燕熙在旁吓了一跳 忙答道 回娘娘 皇上用的药 接来自御药房 谁下的方子 御医令皇闻上 皇上去年便用过 但只有三两次 也就是这几个月 因东海战士操劳得过了 才开始天天使用的 皇后素来淡静温和 少有如此声色俱力的时候 着实把燕熙吓得不轻 叶天灵见清晨 一句句追问燕熙 脸色都变了 心知有意 却只一握他的手 让他坐下 怎么了 清晨手心已经层层尽是冷汗 回头道 这药不是御灵芝 太夜池前浮玉影 穷格照水 玉树流光 时至入夜 玉宴中早已悬起千盏 玲珑宫灯 星星点点 以离蜿蜒 沿着灵水电阁 转折相连 丝竹生生 清歌漫舞 四处碧草兰芝 芬芳悠然 扶绕酒驱回廊 鸟鸟醉人 笑语琳琅花满目 美酒争过水晶盏 因是佳宴 殿中满座都是皇族清贵 王孙宫侯 气氛轻松热烈 当中预案之后 皇上与皇后并肩而坐 小公主由儒母照看着 坐在旁边 紫衣绣罗 紧缀明珠 冰雪般的小人 粉雕欲拙的模样 一笑起来眉眼弯弯 摇的手上 玉琳叮当作响 万般惹人疼爱 只让上前 住酒庆贺的人 赞不绝口 若是在平时 清晨必定是欣喜非常 但今日只一味地神不思蜀 虽握着杯盏 浅笑如常 却不时往叶天灵那边看去 华灯影下 只见他削薄的唇角 淡淡含笑 与众人举酒言谈 神情间毫无异样 不知是因为那笑 还是几分酒意 脸上反而更添了几分俊逸之气 分外引人注目 但越是如此 却越让他心神纷乱 虽说不是 却也是 若说是 实则已不是 只是那八种奇花中 加重了其中一味的伎俩 阿芙蓉 阿芙蓉 花烟红 叶千醋 媚好千态 风艳不简单寇 本经记载其要 有阵痛之神效 能骤掌精神 去除疲劳 价值千金 燃其治病之功虽极 却疑惑 却疑惑甚重 用以医人可为药 用以杀人可为毒 不会立时置人于死地的毒 但让人服食成瘾 终致身体雷弱 意志消沉 一旦断之 尊心事骨 生不如死 没有人会比清晨更清楚这种药的可怕 他亲眼见过因此而痛不欲生的人 那种痛苦 常人根本无法想象 只要一想到这样的毒 已沉淀在叶天灵的身体里 便觉无底的恐惧 是御医用错了药 还是有人别有所图 若是有人蓄意而为 是谁 堪堪选在他卧病静养的时候 用了这样阴毒而不易察觉的方法 方才在舞台店发现此事 一切未曾声张 只是御医令黄文上 以及御药房平时奉药的几名医症奉召入宫 立即便被秘密羁押 叶天灵虽身体不适 但小公主的生日庆宴却照旧进行 仍是一片欢庆的喜气 前思后想 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能化解那阿芙蓉的毒性 清晨此时心中如今四拙 全无心思在这华雁之上 竟连长仪女官禀报小公主 行事周里的声音都没有听到 叶天灵眉间微微移动 便伸手握了她的手 低声道 女儿等着我们了 清晨回过神来 发现园鱼已被人抱走 叶天灵起身 携她一起布下御街 她在袖底间牵着她的手 只觉得那指尖冰凉如雪 然而她脸上笑意 却前所未有的温序 深黑眸中 竟是令人安定的沉着 对她看来 诞生问道 想让女儿抓到什么 店中早已摆好的锦席玉案 上至金银七宝玩具 文房书籍 胭脂水粉 彩断花朵 棺珠前墨 女工针线 并各色宝器针丸 大家都等着看 小公主会先拿哪一样 以为家称 过了一会儿 她自己摇摇晃晃地 从锦席上站了起来 竟转身张开小手 朝叶天灵清楚地喊了一声 父皇 接着便蹒跚着往她身上扑来 这一声父皇猛地揪在清晨心头 园鱼长到一岁 这父皇母后等话 也不止交了一遍两遍 她却无论如何 都不肯学说一个字 今天莫不尽是妇女怜心 女儿扑入怀中 就让平素沉稳的叶天灵 不妨有些失措 手忙脚乱地将她接住 耳中传来孩子 银铃般的笑声 源于已将她腰间的一块 玄龙玉佩扯住不放 黎王在旁笑着说 这倒是奇事 眼前多少东西她不要 偏偏看上皇兄这块龙佩 难不成竟是不爱胭脂 爱乾坤 那掌仪女官也跟着说道 小公主龙张凤姿 是看不上这些俗物呢 众人纷纷撑起 叶天灵威仪用力抱起原语 当即便将那象征天子身份的龙佩 赏给了她 朗声笑道 朕的女儿便是要这天下又如何 朕一样给她 说吧 看着清晨 见眉微微一挑 清晨如何不明了她的意思 她是切切实实地告诉她 皇子还是公主 她才不在乎 只要是他们的孩子 她就可以用天下去宠她 但是此时此刻 整个天下对她来说 却抵不过她一分一毫 誓射黄楚 殿中无人敢接皇上的话 一时间多少人脸上神情各异 精彩分成 位列尊习的凤眼目光一抬 便落到了皇后身旁 湛王世子 袁羞身上 那孩子年方八岁 却生得俊眉朗目 天姿迥异 立在皇后身边 一身锦袍珠冠之下 凤衣袖彻 活脱脱便是另外一个湛王 如今皇后生下公主 御医早已断言 皇后不宜再遇子嗣 湛王世子 禁绝封王 奉旨入宫教养 这背后意味着什么 颇有些不言而喻的意味 若是今后立了湛王世子 那凤家就注定走到了绝路了 凤衍看着殿中身形俊冷的皇上 笑容不羁的离王 再想想现在战功捉住的湛王 暗自冷亨 眼底浮起一片阴森 凤世一族百年显赫 岂会束手待毙 任人宰割 就算是皇族 又如何 请继续收听 最玲珑 第159集 玉露无声 画平冷